宫里的消息传得也太快了 自己和十三的谈话居然都能传出来 老实说 齐木格自己都不记得说过什么了 对了 以后别动不动就谦虚 汉人这玩意水深着呢 你当谦虚 旁人眼里还不知道成什么了呢 老实不放心地叮嘱着 齐木格乐了 是 往后啊 我就逢人就说 咱们爷呀 英俊潇洒 学富舞车 能不能舞的 你就给爷平吧你啊 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梅飞轰 宫中旨意为梅飞至丧 众皇子二个一个月内 接不得剃发 整个程序走完了之后 齐木格也折腾得够呛 但是并没有机会见到十三 日子 日子还如往常般慢慢地流逝着 并未因有人逝去而停顿 除了三二个因为月内替发被康熙斥责 一切皆平静如往昔 十三却在这个时候病了 齐木格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他叫人准备了吃食 亲自去探望十三 齐木格走进了十三居所 却发现生病的十三正在院子里曝晒太阳 如今天气已经很热了 虽然还没有什么温室效应 但是因为曾经用惯了空调 自然也不会觉得凉爽 十三弟 快别站在太阳底下 进屋去 当心中了鼠 十早来了 十早安 十三的声音透着空洞 十三仍然没有剃发 脸色苍白 眼睛有些浮肿 但好的是 他还没有给人弱不经风的感觉 十三 你这是干嘛呀 快进屋去 齐木格没有工夫管他 为什么不提法 万一他们的规矩就是如此呢 毕竟 十三是亲儿子 你们怎么不伺候你们爷的 任你们爷这样糟谈自己 还不快把你们爷扶进去 觉得自己可能拉不动十三 所以 齐木格只好吩咐 十三身边的小跟班 不了 十嫂 我就在这待一会儿 我不想进屋 十三 简直是油盐不尽 看着白花花的太阳 齐木格的心中 那叫一个气呀 倒不是担心 十三重鼠晕倒 反正 他是活到雍正登基的 可是自己的皮肤不答应啊 没有防晒霜 谁知道紫外线会怎么猖狂呢 十三弟 我叫人准备了点粥 你还是进屋喝点吧 为了自己的皮肤 齐木格只有继续浪费着口水了 谢过十嫂了 我现在不饿 我待一会儿 十嫂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 请回报 弟弟我改天再登门 好好地谢谢十嫂 十三开始感人了 看来自己还是不受人待见的 在家要讨好老十 在外面还要找机会贴近老四和十三的冷脸 齐木格容易吗 齐木格有点火了 但又不敢对着十三怒吼 看了看周围 没有树让人遮阴 只好抬起手来遮住自己的额头 十三弟 俗话说 试者一意 生者当如斯 你这样放不开的话 岂不是让你的身边的人更难受吗 十草过滤了 十三淡淡地说着 我知道 没有人能够体会你的痛处 旁人也没有人能帮你分担 但是你也不能一味地沉浸在悲伤中啊 你得想办法自己走出来 齐木格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劝了 看十三没理自己 只有硬着头皮继续说道 敏飞娘娘已经走了 你再难过也不可能回来了 额娘那么好的人 为什么呀 提到了敏飞 十三再也无法平静下去了 有些悲愤地问着 生老病死 我们谁也没有办法的 但我知道 敏飞娘娘一定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 你只能让娘娘在天上都不得安心的 齐木格甘巴巴地劝说着 有些后悔 当初没有好好的另口才了 妹妹们问我 额娘是不是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我 十三哽咽了 原来她还有妹妹呀 这是个好消息 娘娘是走了 但她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你们呢 为你们的高兴而开心 为你们的沮丧而难过 为你们出错而担忧 为你们的成功而骄傲 你们是得血脉的延续 正因为有你们 娘娘才不会在这个世上永远地消失呢 齐木格觉得好像没有劝到点子上 准备换个角度 十三转过头来看着齐木格 小声地问道 额娘能知道吗 当然能了 所以呀 你得振作起来 得让娘娘安心 你都成这样了 你妹妹岂不是更难过呀 你得照顾好妹妹 得为妹妹撑起一片天哪 齐木格想着 是不是该给她讲一点励志的故事了 我会好好照顾好妹妹们的 十三突兀地说着 你自个儿的身体垮了 还怎么好好照顾妹妹呢 如今呢 还不知道你妹妹担心成什么样呢 他们才失去了额娘 如今你又病了 还不知道怎么担心受怕呢 齐木格特意地带一点责备的味道 毕竟她是她的嫂子嘛 你知道哥哥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看十三还没有挪窝的意思 齐木格只好继续地问着 哥哥嘛 当然是照顾妹妹的 其实啊 哥哥是妹妹的护身符 妹妹做不到的事 哥哥得帮着 妹妹做错了的事 哥哥得担着 要是有人欺负你妹妹 你就得见她一次打一次 让她下辈子 见了你妹妹 都得绕刀走 如果妹妹叫你去欺负人 你就得成一个小霸王 十三可能头一次 听到这样的话 扯了个笑容 哥哥不是这样当的 要护着妹妹 但也要教好他们 怎么还能帮着他们 去欺负人呢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知道什么叫一家人吗 齐木格看十三的心情 稍微好了点 就顺着话往下说着 那十嫂的高见是 十三似乎也来了兴致 这一家人呢 就是哪怕前一刻 还打成一团呢 但一有情况 立马一致对外 得让旁人知道 就算自家人闹得天昏地暗 闹得房顶都给掀了 但是你旁边的人 只能在一旁凉快着去 要想凑热闹 就等着被大火灭吧 一家人呢 十三听到了这句话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 看了十三一眼 齐木格继续地砍大山 所以啊 你妹妹叫你去欺负人 你就得去 你想啊 你妹妹为什么要去欺负人呢 也许就是人家不怀好意 被你妹妹察觉了 也许是有人长得太丑了 让你妹妹觉得不顺眼呢 长得不顺眼这也算啊 十三错愕着 当然啦 他长得丑不是他的错 但是呢 他顶着这张丑脸 来恶心你的妹妹 那就是他的错了 其实啊 也算是积了功德 齐木格继续调侃着 啊 这还算积功德呀 当然啦 以后啊 他见到美女 就知道躲着走了 这样呢 就会少挨打了 齐木格换了只手 遮着额头 那还有什么呢 十三 十三有点乐 饿了 还有啊 嗯 哪个浑小子 让你妹妹站在太阳底下说话 还不请进屋 也不给杯茶的 十三 扑车的一声 笑了出来 可这笑声 怎么这么大呢 齐木格和十三 不约而同地 转过了身 天哪 院子门口 站了一帮 皇子阿哥 这群人 什么时候来的 挤在门口 也不嫌热呀 十三 赶紧上线建立 齐木格也赶紧 跟了上来 还好 只是慢了半步 十四冲了过来 十早 你会叫你哥哥来收拾 十三哥不 众人乐了 齐木格还没接话呢 就听有人说 你十早当然不会了 他可是亲口说过 你十哥的见识 还不如你十三哥呢 你十早那么爱财 护都护不及呢 怎么又能找人收拾他呢 周围一下子安静了 连蚊子都没有敢吭声的 老十乐的像花一样的脸 立马黑了 变得比天还快 十三的笑容 也僵硬了起来 咱们还是进去说吧 老在外边站的 不是个事啊 九二哥打着哈哈 一行人进了院里 就见四二哥说着 十三弟 听说你的身体不大好 大家就约着来看看你 如今好了没啊 老哥哥们费心了 没有大爱了 十三肃力的说着 然后一伙人接往屋里走 把齐木格一人 落在了屋子里 齐木格想自己还是回家吧 应该没人来挑毛病 还没等齐木格转身呢 就听到十四说 十早 刚才三哥说的 是不是真的呀 齐木格才知道 原来刚才发杂音的是三二哥呀 可能是被康熙罚了 看十三不顺眼 这个齐木格可以理解 但也犯不着拖塌下水呀 因此啊 齐木格对三二哥的印象 是大大的不好 而这十四也真是的 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哪有一点大将军王的样子啊 齐木格还没有复义完呢 就发现众人都止住了脚步 转过头看着自己 老实脸上就差写着两个字 不爽 今天的天气很热呀 十三弟 赶紧让我们进屋喝点茶 润润喉吧 五二哥这时候出头解围了 对了十弟妹 听说你给敏菲娘娘送的茶叶 可金贵了 三二哥阴阳怪气地说着 老实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得 说不定啊 他今天回去还得摔杯子 要不十妹拆人回去拿一点 让哥哥们品一品呢 三二哥摆明了 不想让齐木格好过 三哥真是对不住了 那点茶叶还是九嫂给送来的呢 我看着好 加上平时我们也老夸十三弟是个哑人 我想着呀 可能敏菲娘娘也会喜欢 所以全都送给敏菲娘娘了 齐木格豁出去了 不就是找茬吗 谁怕谁呀 齐木格的话音刚落 就见老实黑着的脸一下变得通红 可能是气得血往上涌 怕他真要来个脑溢血了 四二哥一个头痛的模样 五二哥痛心疾首 本想岔开话题的 不想越闹越大了 八二哥一副如此不可教的表情 九二哥一个劲地对我摇头 想来是想让他闭嘴 十三二哥尴尬地不敢看齐木格 其他的几个二哥也是无语地看着大地 只有十四觉得 齐木格把这火候交得不够旺 赶紧点油 十四早 十四哥真的是这么说吗 四二哥赶紧制止了 十四弟 可三二哥立刻插话说道 十弟 十弟妹说的可是真的 老十瞪远了眼珠子 如果眼光可以杀人的话 齐木格已经死了无数回了 趁着老十还没有发飙 齐木格连忙接话道 是啊 三哥 我们爷怕我不懂规矩 冲撞了叔叔伯伯们 一直提点着我呢 就提点你十三弟 学问好 是个哑人 三二哥一副讨打的样子 我们爷说呀 论带兵 他如今赶不上大哥 论银石做对 他不如你三哥 论缠道啊 他不及四哥 论蒙语 他比不得五哥 论和平 他赶不上七哥 比如雅不及八哥 比眼光赶不上九哥 十二弟比他谦逊 十三弟比他雅致 没等齐木格说完呢 十四就急忙问道 那我呢 十哥有没有说我呀 你十哥说呀 论傲气 他不及你 听完齐木格的一番说辞 中二哥接抬起头来看天 也不怕太阳晃了眼 老师已经暗暖不住了 就要往齐木格面前冲 还好被九二哥给拽住了 大家心里都在猜想啊 今晚是否会发生命案呢 到时候啊 怎么给蒙古说辞呢 而齐木格则清了清喉咙 继续地说道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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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年里无失处是吧 别忘了 如今我和老师可是一家人呢 齐木格看着三阿哥 复义着 顿了顿 齐木格继续地说道 我们家爷性子最好呀 众人愣了一下 转而苦笑 心想着 石附近还真是个二百五啊 老师的脸色 已经可以用五彩缤纷来形容了 九阿哥对老师充满了同情 想着回头得好好地探一下 是哪家的姑娘配得上他可怜的实地呀 师嫂 你说石哥的性子好呀 十四觉得 齐木格可能是被太阳给晒糊涂了 那当然了 我们爷说呀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不能老听着别人的缺点 一页账目 得看人家的长处 不能随便瞧不起人 无论何时啊 都得记得旁人的好 还得认清自己有几斤几两 别晕晕乎乎的 不知道各自是干嘛的 虽说呢 不能妄自菲薄 但是因为自己是皇子 捧着的人多了 有时候难免会飘飘然 所以啊 这时就得多看看兄弟们的长处了 认清出自己的短处 给自己提个醒 听了齐木格的话 九二哥死拽着老十的手 也不自觉地松开了 老十疑惑地看着齐木格 努力回想着 难道 久后说过的 齐木格走到了三二哥的面前 笑隐隐地说道 要是我们爷跟三二哥比摔跤的话 那赢的肯定是我们爷 对吧 三二哥 这下轮到三二哥脸红了 老十努力地挺了挺胸膛 齐木格继续地说道 三哥包揽群书应该知道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齐木格词穷了 哎呀 这应该多读点古文呢 看来只有转音话题了 可要是自个儿都立不清的话 也就谈不上包容了 是吧 然后齐木格又转头对十四说 虽然华阿玛亲口说 我们的学问不如十三地 可是我们爷是亲口对我说的 华阿玛这么说 他虽然心里也有点不太痛快 老十已经当机了 不知道齐木格到底是在帮他 还是在害他 齐木格安慰地对老十笑了笑 继续说道 要是说得了父母这种评价 自己的心里一点哥的都没有 还乐呵呵的话 那除了是圣人 那就是傻子了 三个说道 哼 那心里不痛快 还是对的了 三哥 知耻而后勇 知足而后强 我们也没几天也就想明白了 他说呀 十三地以后要是能学惯古今 他当哥哥的脸上 也是有光不是 不是应该知难而上吗 十地怎么打上退堂鼓呢 三个觉得抓住了关键 这个老三看来还真不是什么好鸟 我们爷呀本来就不喜欢文墨 想的就是在江场上建功立业 什么都没有巴图鸟吸引他 再说了 树叶有专攻 以后我们爷就是一员猛将 十三地 要是也是投身杀场的话 应该是一名乳将 这猛将和乳将 要是放对了地方 就是国家动量 怕黄阿玛也不好说 到底是猛将好 还是乳将好呢 什么都没有 还是维下的